上個禮拜就是跟我媽媽去旅行去花冬嘛 然後呢 由於平常坐上班族太久了 然後久坐沒有認真的在運動 導致我在爬山的時候腰閃到 跟大家講我這一瓶真的是隨身攜帶 我上到遊覽車上面的時候 我就馬上拿出這一瓶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記性 之前呢也有跟大家分享過這一瓶 它是復活舒緩凝膠 然後這是古堡藥妝系列 來讓大家看一下它的記性是這樣子的哦 然後呢它的使用方式其實就跟一般的按摩凝膠一樣 我那時候就是趕快弄一坨 然後放在我的腰上面 不停的去按摩它 你就會很明顯感受到它有一股熱能 然後再... 但是坦白說一開始其實是有點涼的耶 我沒有 看到我一開始是有... 不是很涼的啦 就是微微的就是比較像是凝膠 然後...開始... 我覺得這跟你個人的體溫有關係 有...體質可能也有關係 對...體質也有關係 所以每一個人的感受會不太一樣 但它最終都會走向哪裡 就是熱能 讓你通 對...就是讓你通又熱 就是...而且它的熱不是會讓你就是... 它是那種... 它是那種慢慢的 然後把你堵塞的地方 酸痛的地方 慢慢的把它劃開 這一品真的超級超級推薦 尤其是你知道我們剛剛說太陽穴這邊 有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一直盯著... 手機...電腦 然後你的視神經這邊啊 如果你的視神經這邊很多白頭髮 或是這邊呢很常痛的話 都是因為你看手機、看電腦、看電視看太久了 這一品也就是像剛剛大家分享的一樣 就是你擦在這邊 超級有效 而且我不用按摩 我是直接就是... 我就壓一下 然後就是敷一下 然後就兩邊左右兩邊各敷 然後大概我覺得我也是差不多10到15分鐘 我就醒了 人就清醒了 但是真的試過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真的很厲害耶 重點是那時候 因為我媽媽是那個五十肩很嚴重 而且他的骨頭這邊其實已經... 怎麼講 就是其實他已經整個都變形了 他其實是不能夠太大力的壓 但是你不能夠壓他又不能夠按他的肌肉 但你有想要讓他舒緩的時候怎麼辦 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用這一品 很多人都很怕這種會發熱的東西 第一是怕皮膚過敏 再來是怕他的熱感你承受不住 你會覺得不舒服 再來就是怕他擦起來黏膩 這一瓶完全不會 我個人是一個酸痛專家 久病成良意 就是我自己用這些商品 其實我很在意這些 剛剛我提到了以上這個 我敢擦在臉上 就表示他真的是沒有問題 我來幫我拿少了 也算是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